今天出门没看黄历 没做攻略 大家好,我是小郭 我是老郭 我们今天就离开 周苏的县城了 前往下塔景区 不过出发的时候 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任务 是要加水加油 我们房车里 油完全没有水了 然后我们大半也没有油了 先把这两事给解决了 注意看着啊 加水的地方 下雨呢 我要不给大家接一点 前面好像有个加油站 对,东石化 赶紧加油 谁说一格有了 有我倒不是很担心 主要是一滴水都没有水 雨下得噼里啪啦的 老郭进去加油了 我在外面都快冻僵了 冷的不行不行的 老郭把暖风都给我打开了 我们刚刚在加油站 水也加满了 油也加满了 现在就直接去景区了 还有27公里 半个小时就能到 我的妈 这个天气简直了 这么大大雨 咱们今天就不应该走 就应该在房车里睡觉 对 反正这个雨 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说不定一会儿我半个小时后 咔 太阳就出来 天晴咯 就这么快 丑死个人呐 我们在窝友自驾这个窝窝上面找到了这个停车场就是下塔景区门口停车场 好几个人打了点说这个地方可以停车 又有水又有卫生间 而且还有免费WiFi 对 我们就觉得这个地方特别不错 到这儿了 车往这儿一停 我过去一咨询 不能过夜 一下把我们的计划就全打完了 而且现在已经快4点了 我们要是进景区玩也来不及了 又不让过夜 所以就有点茫然了 跟小郭刚才大概的商量一下 我们就把二白先放到这儿 他不让过夜我放到这儿 我开着大白外面还有两个景区 我们俩开着大白去外面两个景区 去想玩 顺便找营地 找好营地了 回来把它一拨 然后明天早点过来 往这儿一停景区一玩 然后也不过夜 直接又走了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夏塔古城遗址了 离夏特古道景区有大概20公里 结果大门紧锁 好像也看不到什么 锁着呢进不去 你别紧急不闻名了 玩弄得心烦意乱的 对吧 哪哪都不顺 哎 果汁 赶紧出来啊 出来 赶紧出来 果汁偷偷地窜进去了 好漂亮的那个赶 夏塔古城位于昭苏县 夏特乡境内 海拔1750米 是唐代的城池建筑遗址 是恶守公月道和岁月道的一 重要军事重地 也就是说这个 这个豪 这两个豪就是护城河遗址 这应该是城墙大门 哦 这个护城河现在应该是变得浅了 浅了五六米 那还挺难过的 这个夏塔古城衣服 现在看不到啥 我们就接着出发 下一站叫格登碑 去那边 那也是一个 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一个景点 好 走 今天真的是 今天出门没看黄历 没做攻略 我们从那个叫啥来着 夏塔 夏塔古城往那个格登碑那边走 结果走得正happy呢 一个边境检查站把我们拦住了 不能去了 没有 边防证 边防证才能去 所以现在我们就开始回城了 我们这场没有办边防证 啥情况吗 感觉 因为昭苏目前在努力的想准备要发展这个旅游业了 但是这个旅游这一方面好像下的功夫硬件上在下功夫 但是软件上啊 或者是这一方面的配套的东西 其实感觉并不是很到位 有没有这种感觉 孩子上面给你打得很清楚 结果到了景区门口不让进 卡门锁着 卡 不是对游客感觉不是很上心 或者不是很友好 我这种感觉其实还挺强烈的 昭苏整体来讲确实很漂亮 一圈山一围中间很平很平 操场啊 花海啊 虽然现在花海还没到 对 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还没有到旅游忘记 我们又回到了我们二百跟前 但是回来的时候又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那边的保安给我们说可以过夜 今天呢 就呆在老老实实的呆在车里面了 明天早上一早 去下榻景区 今天不适合逛 今天不适合逛景区 请 回房车睡觉喽 不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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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